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政治上的一些意愿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是说你的体制不会因为你抗争它就改变 而且到现在中央政府在2015年 当香港否决了中央政府提给香港的政改方案之后 中央政府已经不再跟香港谈政改方案了 换句话来说 以后的特首选举 立法会的选举 按照以前一切来办 你可以抗议 你可以闹 你可以怎么样 但是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香港民众的愤怒 不满 我倒觉得像英国人看到一点 说你们问香港的议员 说你想到没想到 大陆民众对香港的感觉 现在不到香港旅游 不是大陆政府禁止的 是民众不来的 你怎么看 未来香港跟内地 因为显然 从现在看 内地是会越来越好 尽管会有一些波折 但总体是往上走 可是香港可不一定 香港很有可能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你怎么看 你看有钱人李嘉诚已经决定撤赤走了 对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 他不认为香港是自由地区跟台湾一样 对大陆的民意啊 始终采用忽略的态度 你们没有民意 你们只是听党中文的话 他认为你是一党的一党 对对对 这个错误了 中国现在的民意很强 你看看那个网上 那些老百姓保留的气氛 有很多时候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现在的中国啊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啊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中国有很强烈的民意啊 所以我们要尊重中国十四亿人的民意啊 不可以服励 香港只有七百万人 那我们重视七百万人 就服励了十四亿人吗 这当然是不成比喻的嘛 所以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这个要双方面的 你不能只是一面倒的 这个是不公平嘛 是吧 所以现在的香港的台湾人 他们就是这一面倒的 所以他有这种很强烈的偏见出来了 而且他们不服励中国大陆民意 把美国民意的很重视 这完全是不正常的嘛 是吧 如果你这样做 使大陆的老百姓更火大了 是吧 到底你是中国还是外国人吗 所以我记得那一年 这个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有一位美国学者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一枚炸弹 把过去美国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亲美势力 和亲美的情绪 对 全炸美了 对讲得很好 全炸美了 他说 现在连最亲美的那些人 他们都表达了愤怒 对 对 而你可想而知 对 就说不要忘了 两个国家交往当中 对 最根本的民意 还是支持两国交往的 对 最重要的力量 是 你知道吗 美国现在的民意 美国现在的华盛林DC 并不反映对中国的民意 美国社 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了解 你跟美国人聊中国 美国人持有坏感的人不多 对 可是你看华盛林DC 通过一个不利于中国的法案 没有一个人说 对 所以美国在对华民意上 这些议员并不代表民主 是 可是 在中国可不一样 对 中国老百姓表达的民意 特别是social media 对 越来越发达了今天 是 大家很容易 就表达 如果 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这种感觉 好感越来越差的话 对 其实是不利于香港发展 对 完全不利于 不在乎你的吧 意思就是说你是要怎么样 不在乎你的吧 是吧 而且我看到 我跟一些来美国旅游的朋友聊天 我说你们平常旅游会去香港吗 他说no 他说那种地方不能再去 现在是不去 这股情绪 这股情绪 那有点越来越蔓延 对 你知道吗 是 当然 因为你香港就搞这样子 也不恶化吧 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香港的六所大学 对 但是我说起码 大家还缺乏一个理性的判断 对 而且你在说大陆对你的干预 其实我曾经和一位香港朋友聊过天 我说你认为 除了一国两制 大陆还能给你香港 比一国两制更好的政治待遇吗 对 他都承认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除非让你香港独立 对 这已经给你最大的限度了 这已经是最大的 对 这个政治的一个安排了 对 如果你人现在都不满意 对 那就没得做了 对 他们现在讲 就是是不是你要 又要港独 这种 这种港独台独 全人意识形态的东西 没有意义 不可能实现 不可能实现 中国再怎么样 那不也不会 那你港独的吧 对 今天就是李鸿章执政 他也不敢让你港独 对啊 所以 就是我们想说的问题在哪呢 其实 希望香港稳定 希望香港好 也希望香港特区政府 多倾听香港人民的声音 多了解香港的民意 但是 我们还是要说这句话 香港地方的议会的选举 这样一种做法 并不利于香港的稳定和发展 对 没有错 范民派这些年轻人进到了这个地方 对 你觉得他们有能力执政吗 对 在没有钱 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他就是想为老百姓做 他拿什么做 对 香港越来越乱 有钱人 像那个李嘉诚 不已经说了吗 撤资全走 对 你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走吗 对 香港自己公布的 到9月份为止 香港外朝的资金 已经超过了400多亿 是 有人说他们将来会回来 就这个状况 如果你是有钱人 你会回来吗 对 是 这都是香港的损失 对 你怎么看 香港人民真的不意识到这一点吗 对 现在这些人啊 香港这些人啊 都是下面下沉的 真正上面的这些大资本家 大企业家 他们认为想尽了好处 说一国两站什么的 他们现在下面灭想的好处 所以他们有不满的情绪 这次就爆发出来 是吧 好啊 那你爆发了 那你解决问题啊 对啊 你说那些人跑走了 香港人跑到 他们的反应是更好 他跑走更好 那就好 只要香港人们认为说 如果这些有钱人 这些投资都不来 香港会更好 那我们就无话可说 那香港 可问题是 到现在香港 没有一个自主的 这个科技产业 对 没有一个可以屹立于 不要说世界了 起码跟中国大陆相竞争的 一个这个 优势的产业 一个都没有 没有啊 那你怎么跟内地竞争啊 是啊 所以 你的人才会大量的会流失 对啊 香港只是一个一个城市啊 它根本不可能去发展 所以中国给它搞大港 大港澳啊 就是把几个 六个城市联合起来嘛 那有像深圳啊 广州啊 珠海啊 这个东莞啊 他们有基础有实验嘛 所以联合起来嘛 香港才有基础啊 才能够发展嘛 所以香港还拒绝这种说法 他说这个把我地位降低了 跟六个城市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年以前我听到一个消息 当时在九十年代 在曾荫权主政的时候 这个大陆政府希望把东莞 深圳都划入香港 在这个行政管理上划入香港 这样的话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 区域问题 人口问题 这样的话让香港能够更好的发展 对啊 香港政府拒绝了 对啊 香港政府拒绝了 所以可是十年以后 深圳的经济已经超越了香港 所以香港现在又提出来 这个大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设想 看来香港的热情呢 在目前这个政治状态 政治氛围下 恐怕香港政府想做 他也做不了 做不了 所以呢尽管中国大陆政府 给了香港更多的好处 我们谈过ACFA 也愿意更深化 ACFA的这样一个改革 希望给香港更多的 有力的汇集香港的利益 但是看来 在目前这个状况 香港政府有点难为啊 香港民众的意见表达 大陆也听到了 世界也听到了 问题是 闹到最后 你真能得到你所要的吗 五大诉求 只有特区政府 退出了逃离条例 除此之外 没有改变任何 而且从现在看 恐怕改变的可能性 也未必有那么大 不可能啊 根本做不到 是不是啊 这个根本不 现在我们 这个特区把那个 撤销那个什么 引渡条例啊 已经是最大的浪漠了 已经到底了 不可能再 他们说要那个 刚才你也提到了 那个政改没有通过嘛 所以你要全民普选 根本做不到嘛 假如中国 你不能往中国讲 循序渐进一步步来嘛 是不是啊 你没有通过 你自己否决掉了 在立法会否决掉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全民普选 你根本不可能嘛 是不是啊 所以你自己否决掉了 所以香港民众 确实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视野的缺陷 一个 对中国庞大的市场的这个存在 不够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 对中国民众的迷意 也缺乏一个基本的认知 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只要美国干预 香港就能好 哎 我们在美国 我们都不感觉 都希望联邦政府少干预我们地方事务 可倒是香港 倒是积极欢迎 真的让我们有点啼笑皆非啊 今天 当然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王中美先生 谢谢你 感谢我们观众 听众欢迎收看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